大家好 今天是9月23日中秋節 先祝大家中秋節開開心心 看看市場 整個9月份 當然是一個先高而後低的格局 由8號的高位26560 跌到22號的低位23771點 其實今個月的波幅已經有2789點 以單月計這個波幅 其實已經可以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所以在剩下的交易天 技術上是有條件作少少反彈 即是我們叫做後秋 但這個所謂的反彈和後秋的力度 我覺得只是一般 第一 整個大市的形態已經是轉弱 況且在移動線方面 亦都出現了另外一個死亡交叉 即是100天線 開始跌穿250天線 簡單說 現在移動線的排列是賭序的認識 這個絕對是標準的跌市模式 所以就算市有些少少 紀律上的後秋或者反彈 對中期後一個階段的市 我還是看得比較保守 尤其是美股 雖然美股近期來說 去到34000左右 是有少少略為爭持 但形態和紀律上的走勢 都還是偏弱的 導致是有機會再進一步下視的 所以港股就算是少少後秋 大家的心態都是略為保守 就比較好些了 今天就開始了